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的是 这个内部网关协议之OSPF协议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其实已经对这个协议的重要的一个算法 以及它的算法呢 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在本节课呢 我们将学习这个OSPF协议 那么在本节课呢 将会有两个部分的内容进行学习的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先要了解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那么OSPF协议呢 它其实使用的是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也称之为是这个LS协议 第二个部分呢 是这个OSPF协议的过程 那么在学习本节课的内容的时候呢 我推荐同学们把这个OSPF协议 对比着这个RIP协议来学习 那么这样子呢 可以更好地去吸收本节课的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那么链路状态协议呢 它有几个特点 那么首先第一个特点呢 它的这个协议 它会向这个所有的路由器去发送信息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路由器产生的信息 那么这个路由器呢 将会往这个相邻的路由器发送这些消息 然后这些相邻的路由器 在收到这个新的消息之后呢 又会广播这个消息 到他们相邻的路由器 一传十十传百把这个消息传送到整一个网络的路由器里面去 那么这个特征呢 我们通常也称之为是这个一传十十传百的特征 那么这个特点呢 是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我们所学习的RIP协议 那么RIP协议呢 它发送消息的时候 它只和这个相邻的路由器交换信息 接着是这个链路状态协议的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消息会描述该路由器与相邻路由器的链路状态 那么这里面呢 重点是这个链路状态 那么什么是链路状态呢 链路状态就包括了 你相邻路由器的这个距离 以及时延 还有这个带宽 等等的一些可以描述这个链路状态的一些指标 那么这些指标呢 可以更加客观的去描述该路由器 你相邻路由器的这个链路状态 那么这些呢 就是关于这个链路状态的相关指标 那么这里面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这里面的链路状态呢 是可以人为介入的 也就是说 网络的管理员可以决定这个链路状态 使得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更加符合人类管理的这个需求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通常呢 也会把这个链路状态 称之为是这个网络连接的代价 因为呢 它客观的描述呢 就是一个路由器 到达另外一个路由器的这个代价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学习的 RIP协议 那么在RIP协议呢 他们交换的信息 其实只是这个跳速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与前面的这个RIP协议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接着还有第三点 那么第三点呢 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只有当这个链路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发送这个更新的消息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和这个RIP协议 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在前面的学习 我们知道 这个RIP协议呢 它每隔30秒就交换一次 这个路由信息 不管这个路由信息 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他们都是每隔30秒 就交换一次的 简单的汇总一下 分别有这个 向所有的路由器发送信息 消息描述的是 该路由器与相邻路由器的 链路状态 以及只有这个链路状态 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发送更新的消息 那么这三点呢 是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与前面我们所学习的 RIP协议有区别的地方 那么在前面 我们也指出了 这个RIP协议呢 它有好几个缺点 那么其中呢 原因是因为 第一点是 RIP协议 它随便的相信隔壁老王 并且呢 它的视野不够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对比的来看 这两个缺点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 这个随便相信 这个隔壁老王 那么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每一个路由器 盲目的相信 隔壁路由器 所发过来的消息 那么在这里面的 这个链路状态协议呢 每一个路由器 它都向所有的路由器 发送消息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网络里面的 任意一个路由器呢 它都能接收到 来自于该网络 所有的其他路由器 所发过来的消息 因此呢 在这里面的这个路由器 它并不是 直接的相信隔壁老王 而是看到 该网络的 所有路由器的消息 那么这一个呢 是和 IP协议 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其次 是这个视野不够 那么视野不够呢 也是局限于 这个IP协议 它只能看到 这个 相邻路由器的消息 那么在这里面的 这个 链路状态协议呢 它就会看到 整个网络的消息 因此呢 对于这个 链路状态协议 它可以解决 这里面的两个问题 那么这三点呢 就是链路状态协议 和前面的这个 IP协议 非常不一样的 三个特征 那么学习了 这个 LS 链路状态协议 我们接下来来学习 本节课的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 这个 OSPF协议的过程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 这个 OSPF协议 它是什么意思 OSPF呢 它是 OpenSortis Path First 这个开放 最短路径优先的 一个英文的缩写 OSPF 那么这个协议呢 它核心的一个算法 就是前面 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 迪结车道的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是这个协议的灵魂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个 OSPF协议 它是怎么样 运用这个 迪结车道的算法 来进行这个路由的 那么这里面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 OSPF协议呢 它是 链路状态协议的 一种实现 也就是说 链路状态协议呢 它定义了这么一个规则 但是呢 这里面的OSPF协议呢 它是实现了这个规则 那么这里面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三个特征 那么第一个特征呢 是向所有的路由器 发送消息 第二个特征呢 是消息描述 该路由器 与相邻路由器的 链路状态 第三个呢 是只有链路状态 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发送这个 更新的消息 这里面呢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点 向所有的路由器 发送消息 那么这里面呢 每个路由器 就可以获取到 网络中的 所有的消息 那么因此呢 通过这里面的 所有消息呢 每个路由器 就可以得到 一个完整的 网络的托普 那么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路由器呢 它都能得到 这个网络的托普 因此呢 每一个路由器 它的消息 都是完整的 那么对于 这个网络的 完整托普 我们通常呢 也称之为是 这个比较官方的 比较术语的 叫做 链路状态数据库 那么它其实 保存的就是 网络中 每一跳的 这个链路状态 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我们也称之为是 这个链路状态的 数据库 那么这个链路状态 数据库呢 它是全网一致的 那么这一个 也是因为 每一个消息 都会广播到 网络中 所有的路由器 因此呢 整个网络的 这个链路状态 数据库 是一致的 那么因为 每一个路由器呢 它都有这个 完整的网络拓谱 因此呢 每一个路由器呢 它都可以 自己的运行 这个我们赛吉克 所学习的 迪迹斯特拉算法 那么通过这个算法呢 路由器就可以找到 自己到达 某一个顶点的 这个最短路径 是什么 因此呢 这一个特点 向所有路由器 发送消息 就使得 这个迪迹斯特拉算法 可以成功的运行起来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是 消息描述 该路由器 与 相连路由器的 这个链路状态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链路状态 包括这个距离 时延 带宽 以及等等的一些 可以描述 链路中状态的一些指标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使得 这个OSPF协议呢 它比原来的这个 RIP协议 更加的客观 更加的先进 那么这个呢 也是前面的这个 RIP协议 它所不能做到的 因为在前面的这个 这个RIP协议呢 它只是 使用这个跳速 作为指标 去描述这个连接的质量 接下来 第三点 第三点 只有这个 链路状态 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发送 这个更新的消息 那么这个呢 也是使得 实际的运行中 OSPF协议呢 它可以比这个 RIP协议 更快的收敛 因为呢 它减少了这个 数据的交换 整一个网络呢 它是更加通畅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 OSPF协议的 五种消息类型 那么首先第一种呢 是这个问候消息 那么问候消息呢 它的消息长度非常短 那么这个消息 主要是用于 维护 该路由器 与相定路由器的 这个可达性的 那么在实际的 这个运行里面呢 每一个路由器 它都会发送 这个问候消息 给隔壁的路由器 以此来确认 该路由器 与隔壁路由器 是否真正的可达 那么第二种呢 是这个 链路状态数据库的 描述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呢 是用于 向隔壁的路由器 发送自己的 这个链路状态数据库的 所有链路状态的 一个简单的 描述的消息 第三种呢 是这个 链路状态请求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用于 向隔壁路由器 请求链路状态数据库的 第四种呢 是这个 链路状态更新的消息 那么这里面的 这个更新消息呢 是OSPF协议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因为在网络中 这个网络状态 是实时发生变化的 因此呢 在网络里面 每个路由器呢 都有可能 更新这个链路状态 因此呢 这个消息 是OSPF协议里面 非常频繁的一个消息 那么同时 我们也知道 对于这个更新消息呢 每个路由器 它都会广播到 整一个网络里面去 因此呢 这个更新消息呢 实际上也是 OSPF网络里面的 最常见的一种消息 第五种 是这个链路状态的 确认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呢 是用于 对链路更新的 一个确认 那么了解了 OSPF协议的 五种消息类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学习 OSPF协议的 整个过程了 那么 对于OSPF协议呢 首先 路由器 结由网络 那么 结由网络之后呢 它就会向 相邻的路由器 发出这个问候信息 以此来确认 这个可答性 那么确认之后呢 它们就可以 相互的去交流 当前的 这个 链路状态信息了 它们首先 会发出 这个数据库 描述信息 向隔壁的路由器 介绍自己的 这个链路状态的 一个简要的消息 那么简要的交流之后呢 它们就会对 它们不同的 这个链路状态 进行一个同步 以此呢 来达到一个 一致的状态 那么和邻居 交换了 这个链路状态 数据库之后呢 它们就达到了 一个一致的状态 那么与邻居 达到一致状态呢 是远远不够的 它们还需要 与网络中的 其他的路由器 达到一致的状态 因此呢 这个时候 路由器呢 就会广播 这个网络中 更新的消息 以及接收 更新消息 以此来更新 本地的这个 链路状态数据库 那么这个呢 就是OSPF协议的 完整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对 这个RIP协议 以及OSPF协议 进行一个对比 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 这个RIP协议 我们知道 对于RIP协议呢 每个路由器 它都是从 相邻的路由器 来看这个网络的 也就是它只能看到 相邻路由器的 这个网络状态 但是呢 对于这个OSPF协议呢 它是可以得到 整一个网络的 特普的 那么其次 对于RIP协议呢 它们的路径 直接是在路由器之间 累加这个距离 也就是这个跳速 但是呢 对于这个OSPF协议呢 它会使用 迪杰斯特拉算法 来计算最短的路径 并且这里面的路径呢 还包括一些 链路状态的信息 比如说带宽 时延等等的 都考虑进来 其次呢 还有这个RIP协议呢 它频繁更新 周期的更新 RIP协议 每隔30秒就更新一次 但是呢 对于这个OSPF协议呢 它只有在这个网络的 链路状态 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更新 那么因为这个 更新的消息呢 它会广播到 整一个网络 那么对于OSPF协议来说呢 更新的变动呢 收敛就更加的快了 还有就是 这个RIP协议呢 它其实只是 在路由器之间 拷贝这个路由信息 也就是你相信我的 我相信你的 但是呢 对于OSPF协议 这不一样了 OSPF协议 它会接收 整一个网络拓谱 并且 自行计算 这个路径 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 RIP协议 与这个 OSPF协议的 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表格呢 是需要同学们 理解的 并且记忆下来的 最后 简单来回顾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 这个链路状态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 链路状态协议呢 我们通常也称之为 是这个 LS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协议呢 我们对比的 来看这个 RIP协议 它有三个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这三个是什么呢 同学们需要回顾一下 那么其次 第二个部分是 这个 OSPF协议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了解了 OSPF协议 它更在先进的一个地方 以及 OSPF协议的 五种消息类型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 所有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